科索沃一名艺术家利用各种颜色的古物跟种子 制作人物的头像的马赛克拼接 作品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她也曾经创作一幅560平方公尺的超大川普头像 因此获得了金氏世界记录 如今她再度操刀将本届氏族巨星 梅西以及姆巴佩刻画得栩栩如生 双手指寄形塑地上的古物种子用新排列 拉远来看才发现主角就是本届氏族巨星 打入冠军战的阿根廷梅西以及法国姆巴佩 神情十分逼真 科索沃这名艺术家利用玉米小麦跟豆子等古物 还有花草种子制作马赛克拼接画 作品曾三度获得金氏世界记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古物拼接 像是二零一九年这幅五百六十平方公尺的川普头像 就在美国政权交替后她当然也应警完成拜登头像的古物拼接 每项作品都栩栩如生 今年九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 男子同样利用各色古物跟种子替女王制作画像 纪念她对科索沃及全世界的贡献 男子在在透过古物拼接 记录下世上许多重要人物 留人好兵